香港什么多? 香港地小人多 变相当然是高楼大厦特别多 但是在这个稠密的环境之下 当新楼和旧楼都要并存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奇怪有趣的现象 香港五十年楼龄以上的旧楼 大约有一万二千栋 当出现旧楼重建 有些时候 并不可以说是全栋拆掉就可以 走似在大角咀必发道 这栋新公厦 和旁边兴建高楼大厦的地盘之间 零零射射夹住一栋红色 又窄又长又旧的建筑物 由窄门望进去 就会看到只是旧楼楼的一条楼梯 好像牙签一样摄在中间 不少人每天经过都说 不要回忆它的存在 你平时经过 有没有察觉到这些东西 察觉不到 我觉得很奇怪,这样不察觉 这个位置不漂亮 你看到就看到 这里是新大厦,这个这么旧 这些肯定是五、六十亿的旧楼 应该要拆掉 你说这个 红色这个 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我是住宅 只是楼梯 现在封了就不能上去 如果你封了旁边的 那你只是楼梯有什么用 如果是过不了旁边的 那你真是多余了 可能收不到这里 很大原因 不忍恶 其实这幢楼梯没有拆到 不是因为收购不到业权 而是重建发生在不同时间 所产生的奇怪状况 两个地段,两班业主 在不同时间点下做重建 所以就会出现了这些后遗症 在重建之前 其实这里是一些连排性的楼梯 每两栋楼梯之间 其实有一些共同的楼梯位 是可以令到 就是两旁的分层的单位的业主 可以是不同的层数 可以由上至下 由下至上 就可以用到整幢大厦的空间 情况和阳重街这两栋楼梯一样 在地界中间共用一条楼梯的设计 因为在这个地段 是属于一些旧契的地契 是管制主 有一个名字 就叫做Message Message 其实这个讲解是一个通道 规定就是两边的业主 其实是需要保持一个共同的楼梯 其实这个字眼 其实都是令到所有的业主 就算是适当一边重建拆楼的时候 都需要保留这条共同的楼梯 是让其中一方的分层单位的业主 是可以继续使用 在现在右边 其实这栋高层的大厦 首先是在大致上在2009年 已经拆射了 拆射的时候 是需要将一个共同的楼梯 是保留在这里的 旁边现在左边的大厦重建的工程 大致上就是在2020年就开始进行的 想和右边这一栋 已经将分层单位卖出的所有业主 去谈拆了这栋楼梯 就会出现一个难度 拆了楼就已经是一个支出 但是拆了楼支出之后 有没有一些利益可以收回 可以来补回支出的金额呢 这是一个分层单位的业主 所考虑的因素 这里一前一后有两条共用楼梯 每层楼梯空间大约是160呎 以拆楼费大约300元一齐去计算 估计拆楼总数要近70万 由两边大厦业主摊分 如果最坏打算 这里日久失收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 那其实会怎么处理 或者什么人应该负责呢 这个责任是两旁的业主 需要承担的 在元朗站的大型发展项目里面 原来是有一个钉子户的 就算住在元朗的你日日经过 都未必知道它的存在 在元朗这个商场的巴士站 沿行人路走过去 就可以直达一个神秘的空间 好 来到了 你看这里可能会以为是商场的天井位 因为你看到外墙 都有一些绿化设计装饰 但是其实这个整个绿色的地方 都是一个隐藏住在商场基座的钉子户 看回发展项目的售楼文件 这个方形的位置就是避困地段 地政总署的地图 也可以知道这幅地 是拥有一个独立的地段号码 据说发展商当时已经收购了 附近大部分的土地 但是这幅地的业主就拒绝卖地 发展商当然就不会因为他一户 而暂停项目 在照样发展的同时 就用了现在这种融入式的设计 巧妙地隐藏了这个钉子户 我们就在巴士站附近 带了几位街坊 去看看这个钉子户的地 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这个环境如何? 这个环境… 我觉得是有点阴暗的 它四面都是长的话 彩光反而不是那么好 我觉得可以用来建篮球场 不知道能不能够建篮球场 啊 建篮几层 一到有路就一到 那如果你是个业主 你会不会买给一个承建商 你有这么大块 买不买 立刻下头卖 为什么这么说? 人家没有什么用 买了几抽去买 就是什么 说来说去都是说利益 你经常肯肯肯的 那些人就自然放也放不下 以我来说你收到别人 你给回一间房子 别人都会亏 但即使是地主不卖地给发展商 发展商也要提供方法 让这幅地的地主进入享用土地 确保地主可以享用公共的服务 例如是水、电、煤气和网络等等 以上这种 只是其中一种钉子户的情况 也有另一种元祖级的钉子户 坟墓 屯门青田村 是二年八月入伙的公共屋邨 围于屋邨中央就有一个奇观 村里面有五栋大厦 是围着祖坟而建的 祖坟和屋邨的距离 我想目测只有十多二十米左右 基本上可以说是 户户有坟景来形容 政府部门在开拓青田村用地的时候 自信过墓地拥有人之后 决定尊重他们不想搬迁的意愿 而青田村在布局和园景设计 已经尽量用绿花围栏 减低景观影响 同时又要方便墓地的后人拜祭 对于在这里住的街坊 他们又怎么看呢 这条村里面有些先人的祖墓 是 你是否住这里的 单位见到吗 见到 又不是很见到的 那你介意有这些在村里面 其实我不介意 其实我当它隔壁轮舍 就是这样 人家的祖墓 对 先人 对 没理由怕别人搬走 你如果没有做什么虚心事 或者你没有东西 怕什么 你放在墓墓那些东西 肯定是福地 对 对 对 你选一选一些漂亮的位置来放 一定是好东西 由低起到高直不甩地上去 而是去到几层楼之后才会凸出来呢 如果是右边起先的话 为什么当初又会被左边起的时候 起到过世界呢 你知不知道哪一栋起先的 应该是这栋 橙色 街坊说这个教堂好像很久 白色的栋 也没想到 如果它是起上这栋 这栋才看着有空 有空位 没有空位 我觉得好像在这栋板 俄罗斯方块砌过去 对 你有没有发觉到 橙色这栋是靡频道突出的 那你觉得为什么它会突出 那么有趣 禅建 禅建 由于是 开估 根据物业资料 橙色这栋大厦 是1982年12月落成 而白星这栋大厦 就是1994年10月入伙 照计一个地段或街号 应该是垂直由地面伸延上去 为何大厦可以建过街呢 有一个很长远的历史故事 追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和后 当时已经有一间小学 和旁边在这里左手边 有一个教会的结构物已经存在了 这个教会在1950年初的时候 和英治的正股买入了这个整幅地皮 其实本身是一个单一的地皮 这个教会后来在七年代开始 就将这个地皮一分为二 教会的结构物是首先拆卸重建的 在1982年12月 一栋16层高的混合用途大厦落成 从图籍上看 五楼突出来的部分 其实是连接右边小学的天台的 那个地段是重建了之后 要是同一个业主 所以它落成之后 因为旁边的地段都是同一个业主 所以当时是不会有纷争的 当时的公务局就会批诱 后来这个教会 也将另一部分剩余下来的土地 那个地段卖出了给一个小型的发展商 发展商入职的时候 然后它同时面对隔离这栋楼 已经存在了上空一部分的空间 已经占用了 所以其实现在落成之后 大厦的住户就会面对了 有一部分的空间被人占用了 做一个重建就分开了前后脚 好了,就出现了这么有趣的情况了 迷地竟已解开 但是街坊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很危险 因为它没有那些柱可以支撑到那栋楼 是 对,长时间的话会不会倒下来呢 现在左手边这栋楼 其实它是首先重建的时候 已经是经过批核的 其实突出的位置都是安全的 因为本身有一些是石屎、钢筋 其实有些结构物已经承托着 那个安全是没问题的